躲過災禍的風水擺設 第一個我介紹的是什麼 宰屋的中宮百有 羅盤俘虜四神獸正宰 外面幌金都可以買到 羅盤 羅盤你不管它什麼羅盤 貴的便宜都可以 隨便你自己喜歡 只要是羅盤就可以 買不到羅盤 網路下載一下 那個圖都可以 網路下載羅盤有圖 圖下載下來之後 買個四神獸 就像一張紙 你把四神獸 所謂四神獸 就擺這個羅盤四個角 還中間弄個俘虜 去往夜市買個小俘虜 就擺在羅盤中間 這個四個角就擺什麼 麒麟 貧修 龍龜 產主 可以招財 又可以避邪 又可以避掉所有的災難 就不會有災禍 請教陳冠宇老師 沒有的都是平安健康 對啊 我們還要有風水擺設 對不對 要怎麼擺設才可以平安 躲過災禍 能夠平安躲過災禍的風水擺設 第一個我介紹的是什麼 宰屋的中宮白友 羅盤俘虜四神獸正宰 外面黃金都可以買到羅盤 羅盤你不管它什麼羅盤 貴的便宜都可以 隨便你自己喜歡 只要是羅盤就可以 買不到羅盤 網路下載一下 那個圖都可以 網路下載羅盤有圖 圖下載下來之後 買個四神獸 就像一張紙 你把四神獸 所謂四神獸 就擺這個羅盤四個角 小孩中間弄個俘虜 去夜市買個小俘虜 就擺在羅盤中間 這個四個角就擺什麼 麒麟 貧修 龍龜 產主 可以招財又可以避邪 又可以避掉所有的災難 就不會有災禍了 所以很簡單的第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我們建議的是 宰屋的明堂方位 百有十二生肖而正宰 明堂方就是房子的正前面 你的採光面最大的採光面 正中間的那一個 靠外面這個點 有個櫃子 有五斗櫃 有沙發就沙發的茶几上 擺了就可以去買房間 買個十二生肖的雕塑 黃金的嗎 不要黃金 小石頭 碎石頭 什麼東西雕刻 最便宜的都可以 有時候我們看觀眾 明明好玩的朋友 我們都建議你最經濟的手法 可以改變風水才最重要 對 不一定要花這麼多黃金 擺在調查頭都沒去 所以你就是去擺外面房間 夜市都可以買到 那個文化裡面 小藝術瓶的雕刻 吃午後頭 你買一買回來 拜一拜 十二生肖 一個雞裡面有十二生肖 都接鑽在這裡 就代表這個周圍能量都濺中了 氣大家都濺中的時候 代表我們一雞裡面 所有的地方的氣都是平穩 所以平穩中就是最好的苗文 所有的災難 所有的災惡 都能夠一塊地掃除掉 所以就能夠帶給我們家來 好運 是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講到果運 我們還是看一下 從四月份開始 我們台灣經歷了很多 大大小小不同的地震 好煩喔 知道大家都開始覺得 我是不是有陰穴症 對不對 隨時都覺得說 是不是又來了 好 雖然大家心中惶惶不安 但是其實誠心拜拜的台灣人 還是有福報的 對啊 我們從林志文 林志作 從這些照片可以看出來 台灣雖然有天災 但是冥冥中仍是有神明在庇佑 沒錯 什麼照片 而且它是從大的國家 到我們的名聲 我們來先看第一張 這張是二零一七年 比如說剛才做徒步驚証 已經過廟裡去鑽 一個鄧小姐幹事 去逃媽祖 但是人很多就逃逃了 用一支手機 一支手機 把他打開之後 回去 想不到 這個煙霧當中 用到八十頓媽祖的側臉 眼睛 皮仔 嘴 這個是媽祖的聖母帽 你知道他只看到這個 媽祖的側臉之後 他本來是九倍不孕 沒多久真的好消息 我們再來看第二張 我們現在這張要跟大家報告 他這張就是我們台灣的地震 三滴圖 你不要把中間這支動作是 他的雲 他這支是地震之後 他就像蓋一間房子 你地震越多 他會一直沿上去 所以那是只有我們台灣人 沒在怕 外國人看到這支 他都帶我們很緊張的 因為四月三號化連大地震之後 到現在余震一千多次 把我們震到新方方 但是王爺公說 我們不用怕不用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麻豆帶天府 他們前一陣子有一個香蕭 料金 第二天而已 天上就出現一尾一條金龍 這個金龍仔鐵 叫做培養仔鐵 金龍蝦台灣 這不是AI的吧 這不是 這真的 我剛好看 我剛好看這個 對啊 你看看那個龍腳是不是在上面 有沒有 兩支嘛 再來就是 他在背這樣 對喔 這樣背 龍仔這樣背 沒有背掉 所以那個王爺公說 不用怕不用怕金龍蝦台灣 你知道嗎 無獨有偶 媽祖寶蠻很忙 他在那邊花蓮的外海 你幫我們搭載 你幫我們賠錢 你來看 這個是大概也是在五月初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娘祖 但是花蓮一直在地上 其中有一個網友 他非常的擔心地上 會越來越重 因為他都六級多的餘症 那個很恐怖 他就在搜尋搜尋搜尋 地圖那邊去刺來刺去 他說在花蓮的外海 看到一張巨大的人臉 人臉 有沒有 好 眼睛 屁 那眼睛 屁 你看 嘴唇 都還有上下唇 而且你看 我們花蓮外海的鎮央 是不是就在那邊 你自己看 說什麼 媽祖看哪裡 看花蓮 遙望整個大台灣 他就是希望說給台灣 所以有人說 這個巨大的人臉 柯蓮是媽祖 我們看到左邊那個有沒有 那是很神奇的 但是也有人說 你如果眼睛這樣 味道這樣看 他說親像冠營媽 這個還有更專業的 他說花蓮是我們 公母的總部 所以花蓮聖誕宮 柯蓮他這是 王母娘娘的型化 王母娘 結果怎麼樣 在那兒祕奧 有一間叫尤洪丘姓宮 他們祖師 玉皇大天真跟王母娘娘 還有南台觀音佛祖 還有媽祖 他們每天都有拜這個大支香 祈求台蓬金馬都要平安 顯現一位菩薩像 有沒有看到 這支是香嗎 對 大支香 這是條 這一支是大的香 這一部分是香 香的那個香的灰 對啊 根本就是媽祖 神明是不是中間 那個臉紅紅的 對 有沒有 紅紅紅的 對啊 因為有人說 穿上媽祖 有人說穿上紅紅紅的 我怎麼樣 特別做功課 因為媽祖這叫 天上聖母帽 他比較棒 但是如果 皇母娘娘 他這叫做鳳罐 有沒有 那個賭靈兄 你再看 你近看一點 他那個帽子是不是 類似像鳳罐 鳳罐 然後上面還有 中間還有一個像 一個主食 像玉佩那個 對啊 這都沒有作手 因為這個師兄 他根本不會劈圖 為什麼 你把一張照片拍成這樣 重點不知道在哪裡 對 他連膠都沒有 他連膠都沒有抓好 對啊 所以說天下之大 無奇不有 但是我們看 這麼多的神機照片 我們就種種感覺到 眾神護台灣 也比我們觀眾朋友 都可以 平安順序 一切都沒有事 是 謝謝 謝謝 您製作 來 今天要問一下 憲哥 想說那印度有很多神童 印度神童有點名 五月還有特別注意 十大預言 其中包含了台灣 對 其實在去年年底 在今年的全世界 有六大預言家裡面 有四個人都講到地震 包括日本 包括台灣 所以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嘉義的眉山斷層 那嘉義在上次的大地震 是民國五十三年 元月十八號就立的 農曆的元月十八號的 一個白河大地震 這次非常大 那一次我是國小四年級 我們家的房子 是整個都青島了 那一次也非常嚴重 所以如果說嘉義要小心 因為那個花蓮已經震過了 那一千多次的餘震 餘震越多越好 因為把那個能量 慢慢慢慢釋放掉 所以花蓮不會再有大的地震 反而是嘉義要注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來看 它的一個十大危機裡面 氣候危機 第一個氣候危機 跟第七個碳排放 跟第九個地球危機 其實這三個都一樣 地球暖化 那地球危機這沒辦法 因為全世界 這美國是全世界最浪費的國家 它就不簽 那現在碳排放 希望到二零五零年 能夠零排放 台灣的目標是這樣子 以目前來看的話 對中小企業要特別注意 因為零排放這個過程裡面 會讓我們的東西 銷到美國 銷到歐洲 你會被課碳稅 在台灣你要買碳權 跟你講買不到 百分之九十六 被台積電買走了 所以你會向來講 中小企業的老闆 你如果在這一波 AI的浪潮來的時候 沒有去做企業轉型的話 你可能會在這一波裡面 被淘汰掉 所以要特別注意 當然我們看到地球暖化 大家都有責任 但是這不是我們一般小市民 可以解決的 第四個我們來看健康危機 健康危機 就我常常在演講講的就是說 我們看COVID-19 好像過了 其實你不要太放心 我跟各位報告 連過都沒有過 為什麼 因為南極北極的龍兵 未來每三年到五年 會有那種百年的病毒 被釋放出來 所以COVID-19 這種事情會越來越多 老天爺來收人 沒有辦法 我跟大家報告 一定要非常小心你的健康 你不要跟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的水平世代 我們的以後的一個九孕 離火 我們追求是心靈上的成長 而不是財富的成長 你錢都賺十億 一百億 一千億 我跟你說 你人家倒去什麼都沒效 那一張白紙 那人家飄而已 我們大家也不吃了 所以身體夠好 另外我們來看 在通膨 糧食 戰爭 就加在一起 還有AI 那這四個其實是一樣的 為什麼一樣 因為通通跟經濟有關係 那也代表說 戰爭 我跟你說 他技不好學 以色列現在 絕對打下去 所以越來越嚴重 戰爭越來越嚴重 再來通膨就起來了 通膨起來 糧食危機就來了 所以說 我們一些三萬五千塊 每個月收入三萬五以下的 這百分之四十的年輕人 要比較省一點 省錢要做什麼 省錢來買股票 做投資 真的希望你四十五歲 可以財務自由 所以你過去都不賣了 現在一定要 腦筋裡面要有投資的概念 投資什麼 投資AI 最後 業力危機 就是說你平常 我們相不相信英國 那是每一個人的信仰 像我是很相信 但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都是有欠 我們都有作欠 所以我們的業力的危機 也是要小心 就自己要修 要修身 記住你不要貪 貪真是 真的不要貪 賺多少錢 就像我們剛才祖老師說 大人賺大錢 小人賺小錢 祖老師人家一塊賺幾千萬 沒關係 我們可以賺一百萬就好 對不對 賺十萬也沒關係 你們兩個在補來補去 家庭顧好 孩子顧好 然後平安健康 這樣是最多好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